18歲左右 我再見你 你再看到嗎? 我個人 我也比較喜歡18歲 齁 18歲 比較安全 真香 放鬆偷懶 壓壓型 復健運動最不行 大家好,我是四義 大家好,我是王醫師 我們這段期間 其實我自己在網路上面 有收集了一些網路網友們的提問 那這些提問呢 我覺得有一些蠻有趣的 那我就分成兩個部分 請王醫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第一個部分 前十字韌帶開刀片 這個主題我們會挑幾個問題 我們依序問一下王醫師 看王醫師的意見怎麼樣 好的 阿姨,我不想努力的網友提問 我20年前前十字韌帶的手術 最近發現膝蓋妄動感很大 回診後發現韌帶已經鬆掉了 醫師建議做人工韌帶儀儲的手術 術後等半年 骨頭肌底找得差不多之後 再進行二次的重建 請問一下 可以大概解說一下 儀儲的過程 費用 以及造成韌帶鬆掉的原因嗎 好,OK喔 首先我先恭喜你找到一個還不錯的醫師 如果他是這樣子 按部就班的來把它處理的話 代表這個醫師蠻有耐心的 而且是真的要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我找一個醫師 一次就把它做掉了 那其實聽起來好像對你不錯 但其實我覺得風險是很高 你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微老重建嗎 好,微老重建 你蓋得那麼大了 好,我就告訴你 我現在馬上拆掉 我馬上就在舊地皮革蓋一個新的 一次把它蓋完 三個月內做完 你會怕完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把舊的東西先把它移除掉之後 嗯 新的地勤呢 我們要去觀察 它是不是有哪裡有鬆脫的 要補骨頭 要怎麼樣 先把地勤再大溫 讓它長好 長好之後 半年之後 我們再重新再建一個新的 新的讓它才要穩定 所以我個人也是建議 我的病人會大概等隔半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第一次移除之後 我會在本來的那個骨頭 穴洞上面會給它貼骨頭 它骨頭先長好 本來的地勢好了 好,地勢好了之後 那個地 可以種韌帶出去的時候 大概一張牌啦 可能半年九個月 當然 病人願意等一年更好 然後地勢很溫了 再重新再做一個新的韌帶 至於韌帶會的重要原因 不能說歷史工業啦 但是 之前的能控韌帶 是 能控韌帶 真的材質有問題 這個是可以講的嗎? 這個可以接廠商告訴我 不要擠我 硬直 這個 這個還蠻明顯 就是說 人控韌帶 那時候那應該是 台灣應該記得都是法國來的 我是故意要搞你 可是那時候大家對這東西 都認知了 很了解 所以用了之後 的確我們陸陸續續的發現在 五年到十年左右 那一條就會慢慢的斷掉 這個就是材質問題 所以你二十年前做的 我相信是當初的那批貨 就是這批很好的貨 我有一批貨很便宜 一批貨很便宜 一批牛肉很便宜 有兇群就打盡 大小醫生都不知道了 所以後來 人控韌帶其實 失敗率是蠻高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人控韌帶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醫師 沒有那麼堅硬 因為材質還沒有 這個材料學還沒有發展到 非常 非常好 非常耐久的 人控韌帶 沒有 OK 好吧 那現在應該沒問題 不知道耶 現在有新的材料 好笑喔 我還沒聽出來 可以再問問看 嗯 可以先就讓開 是是是 這篇我們到時候再開一篇專題 有詳細的介紹好了 那不要不要講太多 那我比較高 哈哈哈 看來你提醒我了 我就是私底下跟病人講 沒關係啦 類似的情形在我身上經常發生了 所以他說費用的過程是 移除是一次的費用 對 再種進去 那移除你說會種骨頭 那個骨頭 也是需要費用還是那個骨頭 都有啊 就是你 要不然你可以挖自己的骨頭 但會很痛 要不然你可以拿別人的骨頭 但是要花錢 所以這個 這個就看你的醫生怎麼跟你講 看那家醫院要提供什麼東西 古時候有關你的刮骨療傷 現代有王醫師 刮你的骨來填 任戴的西鳳啊 嘿嘿嘿 刮酒天 補幼天 嘿嘿嘿 白癡啊 毛骨頭很痛 毛骨頭很痛啊 真的真的 毛骨頭超痛 好接下來是這位 麥當勞都是叔叔的網友提問的 欸你的網友怎麼都蠻奇怪 你的網友都有問題啊 我的網友都有問題 蠻當勞都是叔叔的 我的女兒13歲 在學校打籃球的時候 不小心弄傷了膝蓋 一週後 醫院幫我排到了核子共振的檢查 醫師告訴我前十字陣帶 全斷 需要做重建的手術 請問一下 需要等年齡再大一點在手術 我還是需要及時的處理 才不會有更嚴重的狀況 嗯 嗯 簡單講一下 這是一個比較有正義性的問題 所以沒有標準答案 那 歐洲的文章沒看過 沒有文章沒看過 有人支持找一點手術 有人建議玩一點手術 所以都有 所以沒有用的答案 我只能說我個人的看法 或者當我遇到的時候 我的建議 我是覺得啦 我網友是自己覺得 那個時候生長板都還在 那有可能還會再長高 所以我會盡量不去動到生長板 我會建議等到他再混低一點 我通常希望開到假設下這種年紀 我大概會等到他18歲左右 我再建議再看到他 我個人 我也比較喜歡18歲 18歲 比較安全 真香 18歲 不管有沒有手術 18歲都是比較安全的 沒臉 6歲也有問題嗎 有一點問題 16歲也會嗎 16歲也只會被告 好像有一點問題 等一下 再多再猜 18歲是比較好 別答案 我個人是對生長板 我比較有抑鬱 所以我之前有個16歲17歲 我到時候就剛才兩年後再來找我 然後那我可能是這樣子建議 其他醫師他們有他們的講話 你可以聽聽看 好不好 千萬不要拿我的影片 去打 其他醫師我拜託你 我的人也會被你搞得不好 但是其他醫師看他一定會很同意18歲 最怕 最怕就是每個人都同意的 我想像這個男的應該都同意 18歲 好 你很多大 剛滿18歲 我這邊有找到兩篇期刊 稍微補充一下這個官方 請問的 好 請問的 基本上 撇除掉王醫師剛剛講的部分 他說等到18歲 那我這邊是 不管有沒有手術 復健是一定要做的 當然 但是會有一些家長會對復健中有一些疑慮 因為復健中需要做一些主力的訓練 擔心說生長板比較脆弱 在活動的過程當中不小心讓生長板分離造成複折 影響到身高 甚至會兩側肢體不等長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其實有找了兩篇期刊 明篇期刊分享給各位 在2017年 兒童與青少年的主力訓練 我們提到 100個從事主力訓練的青少年僅有0.035個受傷的案例 而這些受傷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因為操作不當 訓練時的技術還不到位 或者是過程中使用的重量超過自身的極限和受傷 那在另外一篇 2022年在Sports Health的期刊也指出 在監督下的主力訓練 相比其他運動的運動傷害還要更少 許多的運動傷害都是跟疲勞管理不善 有很大的關係 這邊期刊更是直接指出 青少年要做主力訓練的同時 需要更多在監督底下的執行 而且疲勞管理更是最重要的重要 那其中呢 我們有提到大量的主力訓練 尤其是跟失敗的訓練相結合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許多潛在的負面影響 那這些潛在的負面影響 似乎是由於高水平的訓練的單調和緊張所造成 我覺得這句話可以反思一下 適當的主力訓練可以增加肌肉去支撐你運動的表現 而更大的重量訓練可以讓你提升最大的力量 改善你運動時的表現 比方說衝刺的時候的速度 跳躍的時候的高度 但是在青少年運動裡 看到更多的是對社會心理的影響 我最近有看到我們一個退役的球王 Roger Federer 哦 退役 他退役了 他退役了 他退役很久了 你跟得上 真的 是是是他退役了 Federer Federer 我剛才聽成蠻牛啦 對對對 你來了嗎 保力達 滿牛 不精力充沛 Federer就有在他的訪問中提到 給年輕愛運動的人的一個建議 在你年輕的時候 應該嘗試各種的活動 籃球啊 足球啊 直排輪啊 游泳 不要過早專注於某一項專項運動 享受這些運動給你帶來的樂趣 在美國有很多運動員在決定某一項專項運動的時候 他們都是多妻的運動員 多妻 對 多妻 美國不是一妻 一夫一妻制嗎 呃 多妻 有時候想要的時候也是 看我成長了 哈哈哈哈 這麼好的一個國家 我兩妻部隊 咧 一個母你就顧得皮皮串啦 又兩妻 老婆人喔 千萬不能剩一支剩 就比方說 以前馬翅隊 Duncan Duncan在打NBA之前是游泳健將的 嗯嗯嗯嗯 那Michael Jordan Duncan Duncan會打棒球 Duncan會打棒球 Duncan也有參加 欸他好像有參加 Duncan也有參加 Duncan打得超爛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那個 紅頭髮那個 那還去摔腳 Roderman是不是 對 那還去摔腳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外國的運動員 在年輕的時候 都比較瘦 對 然後等上上職業之後 他會有規劃性的去 開始高強度的主力訓練 你看像Labrun啊 或字母哥 他們都是年輕的時候超瘦 等上職業之後 才會開始慢慢的 做一些比較高強度的主力訓練 然後我們回到復健的部分 如果是年輕的運動員 來到我們的運動中心 我主要的訓練方法 也不會完全都是那種 高強度的主力訓練 一定要加強 比如說他們的協調能力啊 或是把一些球類的運動 加進去他們復健的課程 甚至花比較多時間 在教導他們主力訓練上面的技術 而不是疊加重量上面 沒錯 對 這觀點很好 是比較硬一點 不過我覺得大家 這一段可以多聽幾次 真的是蠻重要的概念 好 這一集我們很開心 邀請到王醫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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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